那么这次五都大选的结果 当然也牵动到蓝绿两党2012的布局 不过在民进党内 到底谁会出马来选2012呢 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 昨天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 他说依照党内的规定 并没有禁止五都的当选人来参选2012 那么此话一出 国民党立刻就炮轰 苏贞昌跟蔡英文两个人根本是选假的 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 苏贞昌则是再度承诺 选上一定做满四年 而蔡英文也澄清 吴乃仁只是在说明党内规定吧 都到了选战最后关头 苏贞昌再度被迫回答这个问题 我如果当选一定做好 而且做满四年 这是我对市民的承诺 我一定做到 不管任何人说任何话 讲了一百次 外界还是有杂音 原因就在媒体最新报道 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透露 五都谁最可能当选 谁就能代表民进党2012出现 消息一出不止苏贞昌 也冲击到蔡英文 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党在这个方面 没有特别的限制 但是这个是政治人物个人的 考虑的问题了 那他对于民意所应该负的责任 他自己要去考量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点 想这样的话 不知道 大概上了你们媒体的当 理性截读 无奈人的说法 事实上民进党过去规定 政府总统市长候选人 四年内只能择一参选的条款 的确在沉水变选总统时就打破了 如今有此一说 来应当然趁盛追击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选民都非常清楚 民进党这次所推出的候选人 他们是不是真的心在新北市 心在台北市 我觉得他们目的是 推出他们的基本支持者 但是这样也侮辱到 所有新北市的中间选民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要选市长 我们怎么可能选一个 马上接下来二三月就要开始 选总统的一个候选人 北北两都打得够紧绷了 没想到敏感的2012提名 此时浮上台面 又在选前吹皱一池春水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